第三位 我們就以此類推好了 好嘞 第三位 看她花多少錢 差不多耶 差不多啊 差不多耶 才差兩百塊而已耶 沒有啦 三千塊 三千二 三千二十九 那就是妳啊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妳 是妹 妹 真的耶 是我 來來來 那因為我現在都不太買包了 因為包包就是被講到 被老公講說包包太多了 然後我們家又住山上 所以包包 那跟山上什麼是 跟老师啊 很容易發霉 然後反正我就 後來就不太買包 我都喜歡買鞋子啊 然後跟配件 那因為今年就是 我就是蠻喜歡收集就是耳環啊 戒指 然後我就買了 像我先講這個好了 就 因為我跟我老公 就是結婚快二十年了 所以我們之前的那個 那個結婚的婚戒是買寶可麗的 結果戴太久了 不見了 他那個寶可麗 不是 寶可麗中間那個 就是旁邊那個掉了之後 他中間那個彈簧彈開來 就已經幾乎都不能修 所以就是等於我們婚戒就沒有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去 就是枯竭的專櫃的時候 剛好我老公就很喜歡 就是要買對戒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今年 就是在情人節的時候就買了 而且男生戴真的很好看 你可以戴戴看 然後因為我不是說 戴戴戴黑的 大家不是會想說去那個日本買 比較便宜 精品很便宜 所以那時候我就請了我的朋友 就是去日本幫我買眼鏡 蠻酷的 然後 然後 我就買了 有看到嗎 他要你看他的Logo 對 在這裡 然後我就覺得蠻好看的 好看 對 然後 很特別 後來呢 他又 你們會不會去買他的墨鏡 然後去配度數 有 這款我就是要拿來配老花眼鏡 對 那我後期又去哪裡配 眼鏡行 他們都可以幫你配嗎 不是 要自己去眼鏡行 然後他很普通 他這樣很普通對不對 可是他有附鏈子 可是很 配了老花眼鏡以後很重 真的嗎 我不知道 然後因為他附了這個鏈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當就是 項鍊 然後他也是 這裡有兩個扣 然後這裡有兩個扣子 我有這個 我還有珍珠的 還有大珍珠 小珍珠的 擋得要洗 真的假的 擋得 我還想說 就是 因為我看他很特別 他是真的很特別 對 他這樣子的時候是很輕很好看 對 很輕很好看 但是因為我們要配度數的話就會 然後我就看到人家這樣子配的時候 我想說 很好看 好看 就是很有氣質感覺 我好像很會唸書一樣 然後我就 那時候他就說 因為相當的又要漲價了 所以他就說問我要不要買 買五隻 買五隻 所以那時候買的時候 就四萬多塊 買五隻幹嘛 然後他這個鏈子 還有附一個小的 小包包 然後你就可以放 悠遊卡或信用卡 對 買那隻眼鏡還有送那一小包包 對 因為他這個就是 放這個鏈子 然後再來就是耳環 我很喜歡買耳環 然後我會一直買耳環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兩個女兒 然後因為我女兒她現在有穿耳洞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喜歡收集這個 那以後就是 就她的了 對 給她傳承 就是給女兒 所以我現在看到 而且我現在也只剩買得起耳環而已 包包已經快要買不起了 太謙虛了 好 那我必須講 如果你也喜歡收集香奈兒的這個耳環 對 珍珠項鍊 然後或者是手 因為它珍珠不是真的珍珠 除非是珠寶 對 珠寶部門 然後這個耳環通通 全部你噴好香水 噴好髮膠 造型品全部噴好了以後 什麼定妝粉 噴好了再把它帶上去 不要帶著耳環 帶著香菱 然後去那邊噴香水 噴什麼礦泉水 保濕的 保濕乳 定妝 它會氧化嗎 它會 真的 不管是 就是只要你任何 就是有保濕的產品 或者是保養的東西 對這個金屬類通通都會 要不然它就會有一點一點 好像水質般 一點一點的般 對 這幾個耳環都是 就是我覺得蠻經典 又蠻好看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 也蠻年輕的 也可以就是像經典 就是可以算那個 傳家寶可以留給女 它不會退流行 這個也是 就經典 像他們現在 就今年流行的那個 新型款的 然後還有這個 幾何圖型的 那時候我一看到 我就說立馬 我一定要買 因為台灣你不可能 看得到 台灣都是你 現在就被買走了 對 就是要不然就是 他們一進貴 Sales可能就拍照給VIP 然後根本就沒拿出來 就沒了 喔 然後 再來就是 我有說過 我很愛買凶針 因為 我覺得凶針 就有時候你可能 穿一個小外套 或是修惠姐今天穿這樣子 然後 素素的 對 素素的 然後你就可能別一個 別的在這裡 然後像 有時候你牛仔外套很帥氣 你也可以就是別一個 在這邊小小的 那我覺得就是 會讓你的衣服增加 對 很有層次感 那價錢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2萬多塊 只有 只有剛才那副老花眼鏡是 4萬 對 4萬多塊 所以加起來 28萬5 我買了十幾個東西 我知道 等一下我老公看到他一定 老公你也可以戴喔 心美姐講 對啊 胸針 胸針也可以戴啊 GD 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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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介紹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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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